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好现象 像我们今天 可以说是在座的同学们 乃至一念神经心 这个静心不能保持 保持你就成就了 你就成功了 为什么不能保持呢 现在听清干净的时候不错 心底很清静 尽心 一散会了 外面看到花花世界了 又不行了 尽心又没有了 又去贪图搞五一六成去了 这就叫一念 从一念到尽念相继 你说这个里头有多少等级 尽念相继究竟圆满的是理性不乱 离性不乱 放生大肆 尽念相继的 不能尽念相继 时间有长短差别不同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像闪电一样 放下光 再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念神经心 所以 这个讲经啊 听经 好传度 你每一天来 听一次 每一天放一次光 这二十四小时当中的时候 能够放个几次光 好难得 天天放 几个月连续不断放 几年连续不断放 就变成相继 功夫就成就了 那么有此可止 经不能不读 不能不听 不听 必定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原因在那里 现在外面的诱惑的力量 太强太强了 如果说我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那老实话 你决定是佛菩萨再来 要不是佛菩萨再来 你怎么可能不受外面环境诱惑 做不到的 必定受诱惑 唯一的办法 保护自己 天天读经 天天听听经 天天听经 没人讲 现在大家有佛报 有录音带 有录像带 那就行了 说再讲 不要听得再多 一步经重复听 最好 一门深处 搞太多太杂了 血心不饶意 你的亲近心不饶意 一步经 最有受用 最得利用 反复不断地听 我们才能成功 才有指望保护自己 不被这个时代的 这些大风大浪 所吞噬的 这个药剑 是否有 是独特的 有 一步遣 是独特的 所启噬的